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洋 刘洋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丽娜 我们看到 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袭击事件是疑点重重 美国为何将矛头指向伊朗 而幕后策划者动机又是什么 中东局势是否会迅速的恶化呢 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相关分析 首先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究竟谁在制造谎言呢 尽管也门的胡塞武装声称 对袭击事件负责 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宣称说 沙特石油设施遭袭的角度和受影响程度等信息 表明袭击不太可能是也门发动的 而相反 袭击最有可能是来自伊朗或者是伊拉克 那被点名的伊拉克呢 否认其领土被用来袭击沙特 并同意与美国共享此次袭击案的相关情报 在伊朗方面看来 美国是又编了一个大谎言 是在为未来对伊朗采取行动寻找借口 分析称美伊在联合国大会前 相互叫板是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而已 来看伊朗日报 美极限施压或转向直接对抗 那对于美国盲目的指控 伊朗认为美国最该为中东局势的快速恶化来负责 伊朗外长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认为 保持武器上的优势便可以取得军事胜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把矛头指向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的困境 而美国部分议员表示说 如果伊朗继续挑衅 美国将对伊朗的石油工厂进行打击 对此德克兰方面回应说 美国驻扎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以及航空母舰 都在伊朗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 来看美国媒体纽约时报 袭击事件是一种警告 美国政府认定伊朗在此次袭击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而外界好奇的是 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呢 实际上军事打击的选项 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沙盘上早已进行过无数次的推演 而美国方面很清楚风险背后的代价 或者说美国已经无力再紧急 再发动一场大型的局部战争 分析认为说 特朗普政府应该把袭击事件当作是一种警告 美国毫无保留地支持沙特和以色列等传统盟友 并毫无顾忌地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 沙特的受伤很可能才是刚刚开始 最后还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 标志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 文章在强调说无论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这都证明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破产 美国通过支持沙特以色列等盟友 让他们是相互靠近来共同对付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伊朗 而结果是加剧了地区的危机 进而导致沙特油田遇袭事件的发生 对伊朗的施压已经让美国是骑虎难下了 虽然目前美国的制裁给伊朗方面造成虚大压力 但是很难想象伊朗会轻易地屈服 反而可能会促使伊朗加强对各路武装势力的支持 不过伊朗外长就在强调说 责怪伊朗并不会结束野门的灾难 美国是时候要反思激进的中东政策了